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扇门有两部分组成 相传外部是一个进出诸神的大门 而内部则是一个进出凡人的方形小门 所以当地人也称之为众神之门 据当地人称 关于这扇门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也是流传最为广泛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名为阿玛鲁木鲁的印度神父 将通往七彩神明圣地的钥匙 崇高金色圆盘从圣地带了出来 由于害怕钥匙被西班牙人抢走 便一路逃到了秘鲁的一座荒原之上 相传这里有一道众神之门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神父终于找到了众神之门 他把手中通往圣地的钥匙 拿给了当地的一些牧师和萨满巫师观看 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典礼 典礼结束 众神之门闪耀着光辉 缓缓开启 神父把钥匙交给了一位当地最有名望的萨满巫师 并由他带进了众神之门 从此七彩神明圣地得到了永久的安宁 不过话说回来 传说终归还是传说 这扇门究竟是由什么人修建 它的用途究竟是什么 这一切的一切 我们都无从知晓 这扇门也由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